You are my own, and I won't let you out my sight Cause then I would have no life For now it's fine, waste of our time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 Citiescapes askew, stuck inside the view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 How far you'd fall Were you to call Hold your breath, it'll all be over soon Good morning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什麼日子呢,就是我這個月迎盡期盼的聖誕節 所以現在在這邊跟大家說一聲Merry Christmas 雖然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應該是26號吧 希望,希望我今天可以撿得完 我剛剛洗妝先洗了一個熱水澡 就是為什麼我現在頭髮是濕濕的原因 這個呢就是 The Latte of this Christmas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抓到奶泡有怎麼打 因為我以前就是打太多空氣進去導致它很蓬鬆 沒有那種很滑順的感覺可以做拉花這樣 這個是題外話啦 但我有些觀眾就有留言跟我講說 他們本身可能是Barista或是做相關行業的人 然後就說像這種家用的咖啡機其實 其實很難打到像外面賣的那種Latte 可能用專業一點的機器打出來的那個奶泡 那麼的Smooth 那麼的Creamy 但反正我就是在家裡自己玩自己喝嘛 所以能夠就是每天 測試自己到底能拉出什麼圖案也是蠻好玩的 然後呢 昨天晚上Christmas Eve嘛 然後去常人家吃飯 昨天又喝了一點酒 但沒有到很多或很誇張 因為我好像就喝了一罐的啤酒 然後一個就是我們自製的調酒 裡面可能有Volka吧 我沒記錯的話 然後還有熱紅酒 所以其實昨天並沒有喝到非常多酒 但可能有混吧 但也沒有混得很嚴重啊 但反正我就覺得我可能真的年紀到了 就是起床會有種就是 嗯哼 Yup 你昨天喝酒了 我真的覺得酒量是可以訓練的 因為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每一個禮拜 每兩個禮拜就會有一次drinking party 之前真的是靠著年輕在生活耶 今天是聖誕節 所以在香港其實也是假日 那我今天其實就打算真的很輕鬆的過一天 除了我要剪今天要上傳的影片之外 啊想起來了 一人其兩天跟我說他要跟他的室友去露營 然後我想說喔露營喔應該就一天兩天吧 就沒有他們要去露營一個禮拜 我就跟他講說你要去這種戶外活動 你就趁現在我不在的時候 趕快跟你的朋友一起去 因為如果我之後搬過去的話我就是 我是不會去這些活動的 歡迎 這兩天天氣真是太冷了 好嗎 大家我剛剪完影片然後現在正在輸出中 然後我肚子有點餓 所以想要來做一個很快速的燕麥粥 那因為我上一次在超市買了這個特價的香蕉 你看這樣幾個1 2 3 4 5 6 7 八根香蕉只要9塊錢港幣 所以算是非常便宜 買的時候他還是那種輕輕切切這樣子 那現在呢已經有看到一些黑色的板點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拿來吃了 因為我這幾天可能沒辦法一次吃掉八根香蕉 所以可能會有幾根我會切一切之後放到冷凍庫裡面 就之後如果要做smoothie什麼的時候就可以用 洗過香蕉 兒子 我先不怕蕉 沾試著做あと會覺得可以了 這個包裝比較黏 是包裝就能充超喜歡 出來隨便 跟長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我们拍 这边讲了一颗小痘痘 今天要搭配的不是YouTube 也不是什么Kdrama 今天我想要来看这个 在Netflix上面有的电影叫做 Klaus 我是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个 所以好像是蛮好看的圣诞电影 所以 因为圣诞节前比较忙嘛 所以 我已经好像 追完Startup之后 我就没有再看过Netflix了 我现在准备好了 我现在准备好了 就是找一个可能要碰一点运气才能找到的东西 那如果有买到的话 等一下就一起给大家看 但是没有的话 也没办法 因为我真的是太last minute了 今天穿了一件非常festive的绿色毛衣 我最喜欢那种很宽松 然后袖子很长的衣服了 然后裤子是UniClo的 你看裤子 然后裤子是UniClo的 Mais yeux fermés Premier étoile Coucher sur la lune Et tu l'as Mont silencieux Gros yeux violet 好各位 我现在回到家了 然后点起了一个蜡烛 然后虽然现在才4点多 但是我已经倒了一杯甜白酒 刚刚不是跟大家讲说 我想要出门找一个 可能要碰运气才会找到的东西吗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我今天是没有买到的 那我想要买的东西就是 江饼屋 想要买那种DIY kit 就里面有饼干啊 有糖霜什么的 然后你就是可以自己DIY 成一个江饼屋这样 因为做江饼屋 就是一个很Christmas 很Festive的东西 我也是昨天晚上突然才想到说 是不是可以来做江饼屋 但我问了朋友 他们是说在City Super有看过 但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买得到 那因为City Super我查了一下 离我家都超抱怨 就是我来回可能要一个半小时这样 所以我就直接放弃 我就到我家旁边的那个Marketplace去 但很可惜的没有找到 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在路上看到了 江饼人 我刚刚就是到超市去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个那种 有点圣诞特价的专区 所以我就经过的时候抓了几包 现在这个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 零食购物分享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Lotte的小熊饼干 但是里面有两种口味 一个是黑巧克力 一个是白巧克力 其实如果你认识 我真的是不懂那种会发出很大噪音的车子 他们真的是很不体贴耶 就你自己开了很威风 但是你知道你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困扰吗 因为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喜欢吃巧克力的人 我比较能接受的是白巧克力或牛奶巧克力 但我知道如果你是巧克力爱好者你就会说 那个才不是真正的巧克力 我同意 但我就是没有很喜欢真正的黑巧克力 第一个耶 早嗨 早嗨 Ligo 这个呢是刚刚看到在特价的 有韩国的海苔 那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吃海苔 尤其是那种咸咸的辣辣的海苔 Amazing 但我喜欢吃的是那种像零食一样脆脆的海苔 所以黏在三角饭团上面的那种海苔 我就是 Nana Nana 然后 然后买了这个Baked Beans 我之前自己去英国的时候还会早上一个就搭车 然后就为了要去吃一顿听说很好吃的English Breakfast 这个就是我一整盘里面最喜欢的就是Baked Beans 看到Horrible在特价就走过去的时候不小心 哎呀然后就拿了一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很Festive的巧克力 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我记得只要是过节日都很常会收到这个牌子的巧克力 就是可能公司发啦或者是学校发的啦什么什么的 所以对我来说它我不是真的很爱吃巧克力 可是它就是象征着一个节日的感觉 然后我刚经过那个叫什么来的临时物语吧 然后它圣诞节就在做买一送一的特价 所以我就买了两包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的 Kelubi的薯条 然后这个呢更便宜了 大家有吃过这个东西吗 我之前去日本都一定会买这种酸酸的糖 它现在是两包十块然后我就 买 那既然做不成姜饼屋呢 刚好我前几天收到一个PR的公关品 它是朗豪坊跟日本艺术家大村学乃合作 这个是它在香港的首次个人展览 它的作品就是以这种文具圆点点的贴纸 拼成一些我们到日本去必去的旅游景点这样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去国外但没关系 看一下也开心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教学但是 上面全部都是日文 看不懂 不好意思啊江炳仁 我给你取个名字好了 你们觉得它长得像谁 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 我觉得你长得像Jackson 有没有这样觉得 sorry Jackson 好了我要把它的 我先试它的手好了 this is christmas 好 各位 现在我要来吃晚餐 老大有没有看到现在桌面上面有很多东西 对我今天晚上要来吃寿喜烧 那这个也是你可以上网定食材 然后它会送到你们家 然后包含这个炉子这样 之前大家记得我有一次在家里吃烧肉吗 然后那个老板娘最近就开了一家新的店 是卖寿喜烧的 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试吃 我就说 我 我没有用过这个炉子 有了 好可怕 这个放上去 现在呢我要热锅三到四分钟 然后把葱 where is my 葱 这里放入爆香 拌炒 因为现在六点之后就没办法在外面吃饭了嘛 所以 stand and tell me if you really dead 我看到它开始冒烟了 我看到它开始冒烟了 那当然是不能少了啤酒 所以我不必会切质 我自己準備了飯 你們覺得這樣子夠嗎? 要再多一點是不是? 好 太多了是嗎? 我在跟誰講話 我們正餐吃完當然就是要有甜點啦 因為我平常喝白酒比較多 所以今天在超市看到這個小罐的紅酒 我想說今天聖誕節感覺應該要來點紅的 OK, powerful flavors of ripe cherries and plums and a long velvet tea aftertaste 這一罐好像是29塊港幣吧 其實我家有那種比較老的紅酒 可是那麼一大罐我一個人喝不完的話 我覺得打開沒喝完就 那個紅酒的風味就浪費掉了 乾杯 OK 再次的理解為什麼我會比較喜歡喝白酒的原因 今天買的呢 是在架上最後一顆的水果蛋糕 這是一顆熊嗎? 嗯,害我 OK 雖然大家現在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已經過了聖誕節了 但是還是在這邊跟大家說一聲聖誕節快樂 因為聖誕節必定只有一天 但是我覺得整個12月就是你在很期待聖誕節 在倒數然後做很多很festive的事情 那個才是整個過節氛圍的所在 所以今天就只是一個日子 但過去這一個月我過得非常的快樂 我沒有吃過他們家的蛋糕 我好像吃到一個櫻桃 然後那個櫻桃吃起來很像小時候去看醫生的時候喝的那個感冒糖漿 現在呢其實已經晚上11點了 然後聖誕節快要過了嘛 我剛剛又重新翻出了這一本 那大家不知道之前有沒有在其他的vlog裡面出現過 但這個呢是我從17年 2017年 就用到現在的筆記本 它雖然有這種像是月曆的設計 但是我大部分時候還是把它拿來當做一般的筆記本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這本用起來特別的順 有點冷 就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只要想寫東西 我就是會想要拿它 我發現裡面有很多我都是在 思考關於頻道的東西 後來回台灣之後 我就是剛進到pressplay工作 然後我那時候就對台灣的youtuber就做了很多的研究 就包含我覺得他們為什麼會受歡迎 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很多其實是我自己本身不會去看的主題跟內容 因為那不符合我就是個人的喜好 那因為看的比較多 所以慢慢慢慢有點抓到說 一個影片它要能夠吸引人的特質有哪一些 怎麼說就是對youtuber拍片有多一點點的直覺吧 如果可以的話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自己試著拍片 這個是題外話 但其實之前很多人會問我說 要怎麼樣才可以變成一個youtuber的經理人 或是進到這個行業 因為它真的不是一個有教科書 說你照著ABCD 然後步驟做完了你就會有這樣子的能力 真的很看每個人對於 怎麼說事情的理解能力吧 在我的腦海裡面我會有一種概念就是 喔他們為什麼會表現得好 或是為什麼他們的content是有魅力的 講出來好像也是那種很不切實際 很難體會的事情 例如說plan D好了 你要我去解釋說為什麼我喜歡他的頻道 我可能就是說喔他很生活化很放鬆 感覺很像跟他一起生活 但我剛剛講的這幾點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呈現方式 可能有別人用不同的呈現方法 一樣是做到很生活化 然後好像跟他們在生活一樣 但是他的表現就是沒有plan D好 中間那個差別在哪 就真的是可能要一多看然後多聽 然後自己去消化之後才會體會到 就可能不是言語可以講出來的 我現在在看我之前的筆記就覺得 我原來我也有經歷過那個過程 只是我經歷的那個當下 我沒有不覺得自己正在經歷這些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筆記 2019年的新年新希望 然後你看我剛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就做了很多像這樣子的樹狀圖 就是我在思考說我到底要做什麼樣子的內容啊 那段時間是我剛開始對於拍片非常的熱衷 就是很興奮就天天都想要拍片剪片的那個過程 那這本其實已經快要用完了 那我最近會用它其實最主要就是 podcast的一些bullet point podcast它不像是YouTube影片 它可以像字幕啊 它可以有畫面 可以讓大家更好的get到我想要講什麼 那單純從聲音的話 我覺得如果我沒有把一些重點先寫出來 我自己很容易會就是跑掉 就是啊我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這樣 怎麼說也不是腳本 但我的大綱就會寫得比較細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基本上都是我在braimstone的時候寫下來的東西 關於職場那個podcast的 我其實就寫了這麼多的bullet point 這個已經算少了 但每個podcast都會寫一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有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像我的話是一個頭腦想的比做的還要快很多的人 所以如果我沒有在我想到的時候 趕快把東西寄下來的話 它很容易就會跑掉 或是我自己就會亂掉 所以我其實真的很推薦大家都有一本這樣子的本子 那你可能心情很煩 或是很迷惘的時候 例如說迷惘的點是什麼 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你煩的點是什麼把它寫下來 有時候真的你列出來之後就會清晰很多 自己再回頭過去看你自己當時思考的邏輯啊 你就會發現自己改變很多 今天supposedly是一個聖誕節的vlog 但不知道為什麼也是變得很感性的一個分享 我等一下也是要繼續剪片 然後這次聖誕節我連續出片了五天 那我是從大概上個禮拜吧 上上個禮拜就開始準備 當然我這五支影片 不是每一支都這幾天才拍才剪的 雖然剪片真的會花時間 可是看到五支影片 就每天一支一支上傳 然後 對我不知道光是上傳 我就已經覺得很有成就感了 那今天這個vlog 應該也是這五支影片裡面的最後一支 那希望大家在2020的最後幾天也都可以好好的把握 如果你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的話 不好意思喔我也幫不到你 加油 希望大家會喜歡最近的幾支影片 2021年不知道會不會是一個更好的一年 但是我對自己還是有一些期許的 希望2021年也可以拍更多影片 然後分享給大家 And last but not least Merry Christmas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Bye Santa Santa I've been good this year Make your list and check it twice I'll leave you a note right here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lights Carols and bells None of them help I still feel blue I just wanna Fall in love This Christmas